国台办也发言了 说这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要重新回到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所以国台办是强力支持蓝白河的 这个已经公开发言 而且今天那个谁 习近平跟拜登见了面 拜登直接问习近平说 听说2027 2035要攻打台湾 就是刚刚的消息 然后习近平说没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 可是他也讲 他说对他们来讲 就是要和平统一台湾 然后就说一定统一 必将统一 OK 好 那当然习近平非常清楚 他真的武力犯态话开玩笑 他要跟美国开战吗 他要跟日本开战吗 他代价太大 可是他如果透过代理人 那我就觉得非常可怕 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蓝白河不管怎么样 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柯文哲 或不管是国民党 那背后遥控的那一个超偶人是谁 那就是北京啊 对啊 对啊 这非常可怕啊 那如果说这一局 你真的是让蓝白河拿去了 甚至民进党国会也没有国败 那你觉得台湾未来四年是什么光景 对 对不对 就进入一个中国 那一轨道又回不了 让你回不了头啊 所以我们真的忧心的是中国代理人 是 我觉得说他们跟我们玩民主制度嘛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要民众要看得懂 现在是很多民众是不这样 不是那么清楚 谁知道政治在搞什么 他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深 当年乌克兰也是嘛 也是 俄罗斯的代理人嘛 对 也选上总统了嘛 是 后来这个又 这个总统被选下去了 所以普丁就直接出兵了嘛 对 就是这么回事情嘛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123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